嗨,大家好,我是Vico,我的项目是Bovanez低卡奶茶,一款你绝对喝不胖的手摇饮料。 我们是一家创新型的饮品公司,立志要成为最懂年轻人的茶饮品牌。 为什么我要做低卡奶茶呢? 我本身是一个一天不喝奶茶就浑身不舒服的奶茶控,喝着喝着就瞬间从S size变成了L size。 市面上的奶茶糖量是我们人类日常所需最高的两倍。 严重超标,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健康,但喜欢吃甜的东西是我们人类的本能。 消费者是很难接受一款淡然无味的饮品的,他们想要的是既要无糖又要好喝又有甜度的饮料。 此外,喝奶茶其实是一个很受场景限制的事情,你必须得出门或者叫外卖才能喝到一款好喝的重要饮料。 正因为感同身受,针对以上痛点我们解决了奶茶糖度超标的问题。 博巴妹Stika手摇奶茶,你只需要摇一摇就能把时间和地点限制打破。 我们使用纯天然代糖不含任何防腐剂和添加剂,一并解决了奶茶不健康的问题。 奶茶已经成为了吃十下年轻人日常的一部分。 大马人每月平均消费三杯奶茶,有着每年6.9%的增长率,市场预计将会在6年内达到美金79.4million的市值。 在6月,我们针对目标客户进行了一个市场调查。 结果显示,大多数的消费者是偏爱奶茶口味的。 在减少含糖量、味道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有71%的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 而其中,45%的他们更愿意以高价11至15令吉来购买。 我们的目标客户是热爱长心,注重品质健康的年轻女性。 我们希望年轻人吃进肚子里的消费品不是广告费,而是好食材、好原料。 我们使用三种原材料,纽西兰进口奶粉、优质茶叶和纯天然代糖、赤咸糖醇。 它是一种既能保持甜味口感、零糖、零卡的全天然代糖。 由于它无法被我们人体吸收,当我们吃进肚子里后,它是会被100%的消化掉的。 绝对不会变胖。 免煮长纹珍珠是我们的附加产品,只要撕开包装就能马上享用,省去了长时间熬煮的步骤。 我们的产品包装十分方便,你只需要倒入粉包和热水,咬个八秒就能喝到一口幸福奶茶。 如果你觉得原味太过单调,你也可以自己DIY,加入咖啡,瞬间编成咕咕咕酱。 同样的口味千千万万种变化。 线下电奶茶热量600卡,其他品装奶茶接近400,而我们只有150卡,是低于1.5个苹果的热量了。 这里想和大家说的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所需的热量是3000大卡,就算你喝了我们10杯,也只是摄入了1500卡的热量。 我们的盈利模式十分简单,分为线上销售和线下零售窗口。 我们需要一个160千的启动资金来用作扩张性行销,中央仓库,运营开资和产品生产。 我们准备在今年10月把产品推出市场,作为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品牌, 我们将会进行一系列的网红营销和体验式营销,邀请50位素人饰影,直接和消费者对话。 年尾,我们将会建设自己的online store,利用数据更好地去促进产品产销。 我们有信心能在半年内达到5000盒的销量,同时我们将会招募符合我们品牌调性的, 消费者成为我们Bobamits的品牌大使。 接下来我们会和其他品牌跨界合作,推出更多口味。 当我们的线上销售稳定后,我们将会增加销售渠道主攻线下, 让大家能更好的,更方便地买到我们的产品。 2023年,我们会设立工厂,以便能更好地管制我们的供应链, 扩大产品限制低卡奶茶饮片,饼干和薯片。 2024年,进军国际市场。 我是Vico,主要负责商务拓展和市场营销, 而我们的Ian负责Finance, 我们的COO Serene本身有着食品科学的背景, 他主要负责研发和运营策划。 我们三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有信心, 要把这个Boba妹的小众茶饮品牌变成最主流的需求。 讲到健康饮食,有大学生都爱的The Fish Bowl, 健康零食有Amazing Grace, 而我们Boba妹希望能针对这一群人提供一个更健康的选择, 让大家能放心地喝奶茶。 我是Vico,我的项目是Boba妹低卡奶茶, 就算每天喝,也绝对不会让你从S-size变成L-size。 谢谢大家。 好,评选请提问。 我想问一个问题哦, 你们现在是怎么生产你们的低卡奶茶? 我们现在是和外国的那个供应商一起合作, 然后就是一起研发这样。 我觉得你今天一定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刚好真伟也在现场, 你凭什么打败陆脚像以及其他的现有的手摇奶茶店? 这个问题其实办决赛的时候, 真伟老师也是有跟我们提到。 首先我想说的是, 如果他们要做低卡奶茶, 绝对会比我们做得更快、更强。 但为什么他们不做呢? 一来,用这个代糖那个成本是更高的。 而且,如果他们平时的售价是11到15令吉, 那他们理应来说就应该卖个更高的价钱嘛, 对不对? 然而,为什么他们不做, 是因为如果他们需要阻力去宣传这个低卡奶茶, 那是不是瞬间也打脸, 他们普通的奶茶是不健康的呢? 谢谢大家。 我这个一个建议哦, 这边这边这边。 不好意思。 OK。 你的品牌设计有问题, 人家一看就输个。 OK。 所以你就强调那个输个。 虽然你那边下面有写free, 人家看不到。 这个其实... 你听我讲完想。 好,不好意思。 第二点,你所谓的代糖, 给人家一种观念, 是不是化学的, 是不是这一方面的。 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心理的障碍。 谢谢。 我们用的是那个纯天然的代糖, 然后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demo, 还没有认真的去设计, 因为我们还在idea stage,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钱去找designer, 我们会去找,对。 对不起, 用150千不可能做线下。 我们的那个是我们的第二阶段, 我们的第一阶段是主公线上。 那就算你的线上, 你也准备好100万烧完先再说。 好的,谢谢老师的指教。 我想你的线下, 线下要把这个东西, 把所有的通路建构起来, 绝对是另外一件事情。 常常你们想的时候, 什么都要, 但是什么都做不出来。 那第二个, 所谓你有没有了解,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年轻人, 要买手摇饮料, 绝对不是因为好喝, 是喝给人家看的。 在自己家里拿了一包自己摇, 自己喝, 喝给谁看。 去喝奶茶的话, 其实有不同的消费者。 当然有人是去那个奶茶店, 他就是想要那个体验嘛, 打卡拍给人家看, 但也有很多人是去那边, 我买了就走了。 有不同的消费群出。 那刚才就是我的问题被他问完了, 但没有关系, 我再强调一下, 喝奶茶第一就是颜值嘛, 第二就是空间, 就那个奶茶拿了可以拍照, 这个我想我应该不会拍照, 因为有点土。 因为它叫波巴, 我又没有那个条件, 所以我也没有。 老师不要这样谦虚。 所以我觉得我们去买奶茶, 我虽然是60后, 但是我是有90后的精神, 我会买奶茶, 一定它能够有颜值, 它够漂亮, 然后我可以打卡, 我们一定会吸取老师的意见, 把我们的产品做成老师也想要打卡的产品。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60后也是会成为这个买者, 但是我觉得我讲真正的就是, 你的竞争者可能不是鹿角巷, 不是鹿井巷, 讲错了, 不是鹿角巷,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去参考中国一个品牌叫香飘飘, 我觉得那个才是你的竞争对手吧, 因为你不可能打线下, 因为你的钱可能太少也不够少, 而且颜值也没有, 所以就比较难, 我觉得你应该走香飘飘的路线吧, 就是已经是完善, 所以这个变成如果你打香飘飘路线的话, 你的竞争对手可能就是Nescafe啊, 这一些这样子的罐装饮品, 还是这样子比较对, 我觉得你应该把敌人弄清楚, 到底谁才是你的敌人啊, 好的, 明白老师。 除了弄清楚敌人, 你连你的目标顾客也要锁得很清楚, 因为如果你想要把原来鹿角巷的客户, T-Live的客户转过来,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你要如何开创另外一个新的就是拒绝, 就是拒绝喝那一些的菜式。 所以我们想针对的就是这一群, 喜欢健康, 就像我一样, 喝了, 变他降肥去, 然后就是比较注重健康的那一群年轻人。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就是说什么年纪, 就是什么年纪应该玩什么样的游戏, 什么人应该针对这样的, 就是说你不可能叫60岁的人, 再去做30岁的东西吧,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很老师已经帮你梳理了, 就是说凭什么打败, 凭什么跟人家不同, 刚才你有谈了女性, 这个健康, 所以你的顾客群已经浮现了, 这个面相就好像, 比如说可能他现在是在gym里面, 活药的这一群女性的客户, 他们还是希望这个奶茶控, 但是他需要健康的, 可能那个是你的TA, 很明显的TA, 但是你没有把它很清楚的摸索出来。 不好意思, 我最后一个朋友, 你应该学会一件事, 要学会听, 而不是要抢作反驳, 抢作回答, 要听。 谢谢大哥的良言,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